那扇秀极斑驳的铁门上 动开了一缕缝隙 铁门沉着厚实 开门的时候伴随着咯咯吱吱的声响 白纸的阳光透过浓郁的雾霾 照在黄南的光头上 他不自觉地用手去遮挡阳光 西出的几根睫毛下 藏匿着两只充满了血丝的瞳孔 铁网攀枝纵横的白墙上 用红字写着 做一个有理想 有道德 有文化 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仙人 红是这里唯一的色彩 黄南的行李不多 一枚婚戒 一件军绿色的球鞋 那种老款的样式 长期的洗刷 鞋帮处已经开交 露出了脚趾 以及服刑期间的劳动津贴 10月28号 黄南出狱的日子 他因开车肇事入狱 入狱的理由却是偷盗车辆 被判刑7年11个月 他被抓的时候在病床上 直接从医院进了监狱 幸运的是 他在车祸中存活了下来 他的脸上并没有露出一丝喜色 在这接近八年的牢狱生活里 离开的时候 他甚至觉得有些失落 走出那扇铁门 门后空无一人 他手里攥着的婚戒 似乎还略有余温 走出几步 他停了下来 回头去看那扇冰冷的铁门 他试图透过缝隙往里面张望 可惜 什么都没有看到 黄南最初入狱的前几个月 他的妻子会来看他 嘘寒问暖 时而会送些香烟和方便面来 无微不至 话语之间洋溢着 至死不渝的呵护与相守 每次都是让黄南泪流满面 他都信以为真 自己也曾拥有生死相依的爱情 他所憧憬的这样美好的光景 保质期只有半年 甚至抵不上一只素食的水果罐头 很长一段时间 他都没有再来过 一年又三个月的时候 他来过一次 很委婉地提出了离婚 理由找了很多 比如收入供不起房租 受不了别人看他的眼光 女儿黄科读出中昂贵的借读费等等 那天他穿着一件新买的连衣裙 色彩鲜艳 宽松得体 标签是英文的 他不认识 看质量和价格应该不菲 他浓妆艳抹的脸上 黄南嗅到了谎言的气息 他的小腹凸起 步伐缓慢 四肢看上去松软无力 虽然他在尽力的遮掩 却是没有逃过黄南犀利的眼睛 他低着头 打断了他铿锵有力 而滔滔不绝的借口 说 我懂 五个月了吧 别动了 抬气 他的表情被实化了一样 僵持在那里 脸上阴晕着一缕羞涩而尴尬的表情 此时此刻 他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他痛恨这个男人 诚恨让他看上去很笨拙 这个素日里一向心直口快的男人 从来不知道婉约 他的嘴角又有一瞬间上翘 庆幸和这个男人离婚 进一步证明了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黄南以为他会道歉 或者是感激 这样的表情让黄南有些意外 这完全不合常理 逻辑完全颠倒 黄南让他滚 顺便把小柯送到乡下奶奶家 他还想说话 关于家具 还有那辆二手的桑塔纳该如何处理 看见黄南通红的眼睛 他的眼睛里面仿佛藏了一把刀 欲言又止 他警告他 最好滚出天涯海角海枯石烂来 能拿的东西都归他 除了女儿黄克 他想起了女儿的笑容 嘴角上翘 有一个酒窝 眼睛眯成了一条线 在他的记忆里 女儿的笑容很纯洁 就像一朵百合花 从他记事开始 便从来不记得他哭的样子 小时候他抱着黄柯 摸着他的小鼻子 说 乖女儿 柯柯笑得真甜 女人用沉默拒绝了他 他把监狱里的桌子拍得咚咚坐下 看着他仓促离开的背影 他觉得呼吸都充满了谎言 空气里都是刺鼻的嘲笑和讽刺 当然 这些都无济于事 女人还是离开了 并且光明正大的取得了女儿的抚养权 最初的几个夜晚 他都是无法睡去 闭上眼睛 都是一个陌生的男人 光着屁股 躺在自己的床上 干着自己的女人 女人的屁股上 有一颗屋子 像一个成年的苍蝇那么大 有黑 有光泽 他比划着 还清晰地记得屋子的位置 更让人生气的是 那个男人点着自己入狱之前 还没有来得及抽完的半条红塔衫 还有床下那一箱二锅头 兴许还不止一个男人 他觉得自己的绿帽子戴大了 从头戴到脚 绿油油的 一眼望去 特环保 特大工无私 特有雷锋精神 这些都是扯淡 事实上 这都是被逼的 骂了可逼的 他忍不住骂了两句 又一年 春天入学的时候 黄科开家长会 老师指明 让他的父亲来学校 黄科一再强调 自己的父亲不太方便来 老师拧着他的耳朵 还摸了他的胸 他笑着拒绝 被罚战 站在教室的走廊里 训使他撒谎 他在笑 太阳底下让他顶着板凳 在操场上站了一天 看到过往的同学 嘲笑着他 他以笑容回敬 也有人说他弱智 因为他脸上的表情 总是不变 他没有去理会 黄科假期里去探监 告知了黄南 黄南知道这件事情以后 在监狱里面 气得拍桌子 打板凳 拿着牙刷 刷马桶 一口气 刷坏了三只牙刷 宽不过人 言不过求 这件事 让黄南的三个室友 一个月都没有刷牙 黄南指着学校的方向 愤怒地说 老子是不方便出去 老子要是能够出去 一定要让那个 为人师表的家伙进来 黄科不知道父亲 为什么要生气 在他的记忆里 父亲说有笑容 就会很甜 一切都会美好的 那曾是父亲 为数不多地 夸赞自己 使父亲教会了他 该怎样去笑 所以 他一直都不敢哭 黄南入狱前 留给他唯一的礼物 就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这巴掌扇蒙了他 事已飞在他脑海里面 变得模糊起来 没有人知道 一个爱笑的人 精神世界 究竟会有多么的 宽广和坚强 他也去探监 有时候只是想去看看 这个男人活得怎么样 只要还活着 他心中便会坦然 第一次探监的时候 他脸上的淤青还没有消 红肿着半边脸 黄南摸着他的脸 问道 还疼吗 他嘴角上翘 裂开干瓶的嘴唇 依然是在笑 那个笑容是父亲教会他的 现在他把这个笑容 还给了黄南 笑得不是很协调 夹杂着无奈 纯真 疑惑和不安 看得黄南痛心疾首 脸上的伤总会结痂 心里的疤痕却是挥之不去 期间有几次 有些瞬间也会触动他的心弦 让他感动 只是时间很短暂 他便会质疑 他记得母亲说 他是个惺惺作态的男人 在谈监事外 觉得父亲一脸正气 深陷淋雨 总让他忘不了 这个男人素日里对家庭 对母亲和对自己的态度 瘦瘦动容的侧隐之心 立即便会一如既往的铁石心肠 他们隔着监狱的牢笼 也会吵起来 大多数的缘由是因为母亲 每次都是以沉默收场 临走的时候 黄南看着女儿离开 含泪挥别 说 哥 一定要做一个正直的人 爸爸现在不方便 就不送你了 路上要小心 注意安全 秋天 黄柯几次到监狱里 看望父亲 嘴里说不让他抽烟 还是带了几条烟给他 可能就是想找个理由 去见他一面 黄南休息的时候 黄南见到育友 就会散烟给他们 喜笑颜开地说 这烟好抽啊 女儿给带来的 他们吵架的次数越来越多 黄柯看望父亲的次数 也在逐渐地减少 从轻描淡写 到浓郁的烟熏装素 衣服也是越穿越少 这些变化黄南看在眼里 却是无能为力 黄柯依然还会带来东西 从他的脸上 多了一些粉底和修饰 在浓妆艳抹下 依稀地可以看到 旧伤未遇的伤痕 去监狱里探望这个男人 从最初的探监 最后只剩下一种习惯 习惯有时候也会 悄无声息地改变 他会给这个男人买香烟 买衣服等等 有些时候 只是想给自己找个借口 去看望一眼 这个男人究竟过得怎么样 或许生活中遭遇了一些委屈 他没有人可以诉说 即使来看望这个男人 不说话的时候 也能找到一丝安全感 自此他知道 有些委屈其实是不用诉说的 根本不会有人愿意去听 亦或得到一些虚情假意的怜悯 也会让他感觉到愈发地憎恶自己 屋檐下的生存之道 不是低头这么简单 摒弃的除了自尊 还会丧失无节制的底线 一切都在变化之中 正因为他相信这一点 他相信明天会变得越来越好 这个男人终究有一天 还会变成自己的父亲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他把监狱里的这个男人 看作是自己的未来 探监就意味着看到了希望 有时候他觉得 自己和希望之间 只有一扇冰冷的铁门 那天 他买了烟来看望这个男人 买烟的钱是从继父那里偷来的 黄南看着女儿脸上的伤口 他只是笑 低着头不愿意多说 他也没有问 这个男人脸上 已经没有了当年那股霸道的锐气 多出了几分包容和慈祥 黄南告诉他 以后不要带烟了 自己戒了 黄柯笑着说 没关系的 烟是用钱可以买来的 快乐就买不来了 黄柯最后一次去探监 嘴角眼眶都带着瘀伤 那天黄柯刚从医院 做完流产手术 路径监狱进来看看 脸色苍白 没有血色 他的双手一直扶着腰 坐立不安 走路的时候小心翼翼地插开双腿 笑容都会有一些迟钝 生疏 作为一个父亲的最后一丝尊严 彻底地崩塌 深夜的时候 他一拳一拳地打在监狱里面的墙壁上 鲜血四溅 麻木的疼痛让他继续地重复着这个动作 心如脚割的感触让他痛心欲绝 他喘息着 自己的渺小无力 相呼喊 却是没有生息 黄柯离笑那天 卖掉了那把吉他 把那些潦草而仓促的梦想 随着那把吉他烟消云散 他的青春和梦想 卖了三百元钱 买了两条红塔山 他在每一支烟上都画了一个笑脸 他知道烟是用来抽的 把笑脸抽到身体里 父亲每天都抽烟 所以父亲每天都变得很快乐 想起父亲的笑 他忍不住又笑出声来 便寄给了监狱里的父亲 清晨起床出 黄柯都会持身裸体地站在镜子前 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 身上会莫名地多出一些伤疤 脸上也会不经意间 泛起淡黄色的斑点 他感觉到完全地陌生 随着这些年的变化 已经认不出了自己原来的模样 时间总会在人体上留下印记 瞳孔变得浑浊 白皙的皮肤染成了辣黄色 形容枯搞 黄南听到女儿黄柯的消息 是警察告知的 在一家夜总会里见过黄柯 被关进了少管所六个月 继父夹着烟 当着警察的面抽了他两个耳光 他始终都在笑 警察局里的工作人员 都有些于心不忍 继父愤怒地在监护人一栏里签了字 黄南沉默了很久 在他出狱的前一天 女儿来看望他 那天是黄柯最开心的一天 他数着手指 认为自己的人生或许会有所改变 心怀期待 他说 还有17个小时 他再次向黄南确认 说 再有17个小时 爸爸就会出来了吗 黄南点头 黄柯把双手抱在胸前 憧憬着未来 出狱文件上盖了一枚红色的印章 日期10月28日 黄南等这合章等了八年 拿起这片轻飘的纸 他的手有些发抖 生怕被风吹去 铁皮包裹着木头的桌子上 一块手表 球鞋 戒指 一张女孩的照片 360元钱 被逐一摆放 黄南收起了自己的私人物品 铁门 咯咯咯咯咯的开启 黄南一只脚迈出监狱的大门 荒芜的门外空无一人 一个男人尾随其后 吹着口哨 看着一脸茫然的黄南 他掏出了烟壳 烟壳里面 仅剩下一只皱巴巴的香烟 男人伸手掏出来那根皱笔的烟 很自然地护着风点燃 黄南确认 自己不认识这个男人 他不知道 为什么这个男人 会这么心安理得地抽自己的烟 他扔了烟壳 在门口徘徊 焦躁地四顾张望 目光搜索着女儿的身影 那个陌生的男人 贪婪地啄了几口烟 顿时烟雾缭绕 他抬头问 你是犯了什么事进来的 黄南没有理会他 假装没有听见 那个陌生的男人继续抽烟 又问 你知道我是谁吗 黄南依然没有理会他的意思 只是看着四周 等待着女儿的出现 男人又问 知道老鬼是吗 黄南用沉默回答了他 对于这种下三滥的混混 他尽量地回避着 坚信自己做的是对的 从踏出铁门的那一刻 喜心革命 甚至三言两语的交谈 也会玷污自己的决心 男人咬着烟蒂 上下打量着他 男人确认他不是笼子 一拳打在他脸上 这突如其来的一拳 打得黄南有点懵 此时此刻 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男人咬牙切齿地说 你可以没听过我小春 但是你绝对不能没有听过鬼歌吧 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爱过来的 我爱过来的 人咬牙切齿地说 我爱过来的